這邊是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是講所謂真正的氫原子 其實也沒有考慮全部 我們就考慮幾項 一個是相對論效應的修正項 然後一個叫自選軌道的交互之用的修正項 還有包括原子核的 我們先考慮幾項 第一個是相對論的修正項 我們古典的算法是這樣子 這是動能部分 就是電子的動能加上原子核的動能 這是電子的質量 我加個1好了 這是電子的質量 這是原子核的質量 這是我們古典物理的學法 因為我們叫總動量 總動量是等於兩個動量相加 如果總動量等於0 然後PE 兩個是動量剛好從反方向 這樣的話這個式就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變成是P平方然後注意reduce mass 那這次就是我們以前所用的那個氫原子 我們所用的那個電子的動能部分 動能部分是這樣子 來 那你說 蛤 可以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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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那這樣好 那我們複習好了 今天下星期二嘛對不對 對以前我都會先做複習 先做複習 那我們下星期二考嘛對不對 那今天已經最後 就之前之前的 蛤 不是今天最後一節 就是考試前的 以前我都是在這個 今天複習啦 所以你們要複習還怎麼樣 還有很多同學沒有來 你們覺得怎麼樣 要複習還是 要複習是嗎 OK好了複習好了 對 不過我們沒有準備 不過我們 你的書本給我好不好 對 給書本借我一下 對 那我們這個學曲 從氫原子開始講起 對不對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氫原子 那這一章 我在講這一章的時候 我跟你們提到過 就是說 這是j等於1 對不對 那如果 z大而1的話 就是變成離子的 因為它只有 就是 只有一個電子嘛 所以變成離子 那通常 通常你書上 都沒有告訴你這個 不過你們自己 自己把它衍生 把它補進去都是 那它的 我們要知道這個 只要知道 我們要 敘述軌道 那敘述軌道 第一個 我們還是解那個 這是Hermitonium 對不對 這是那個 我們的Hermitonium 那這個我們可以解 對不對 那我們得到答案什麼 還記不記得 我們的破函數是有 鏡像部分 Data部分 還有 我們以前是用這個符號 用U 那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用phi OK 那我們用那個 有時間部分的 我們用phi 用希臘字的 然後 沒有時間的 我們用那個 U 然後 I跟Value 然後 I跟Function 那 怎麼樣 解說Data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要解運方式 那 我在重量過程 那個解 方法的技巧 我就講給你們聽 那 那 這些你們要 這些你們要知道 這是I跟Value 那這是主量子數 然後 然後這是I跟Function 那這個呢 但是 這你們在書上有 書上有 書上有 表上有 當然你們不用背 你們不要背 如果考試的話 要用到的話 我會寫在 那個 試題紙上頭 OK 我要知道你們會用 不是要你們 就是說你們不用背下來 OK 那你們要知道 你們要記住的是 這些特質 就是這些函數的特性 OK 那 函數的特性 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RL 首先是這個R 這個特性 好 你們告訴我好不好 有什麼特性 對 一個是 對不對 R的L次方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另外一個是 解點 另外一個是解點 還繼續的 那如果是 這等多少 N 減多少 例如說 N如果等於1的話 N如果等於1 對不對 就是S軌道 Es對不對 然後SS 是L等於0 所以有沒有解點 沒有 所以 所以 N等於1 L等於0 沒有解點 對 如果N等於2 L等於0 就是S軌道 S軌道 S軌道 L等於0 N等於2的話 變有一個解點 所以2減1 所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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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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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N有關系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S軌道是什麼形狀 S軌道是Y00 Y00是什麼 球面對稱的 是一個球形的 那P軌道呢 我捨在這邊 第一個是 S軌道 是球形 對不對 然後P軌道 P軌道因為它的敘述 就是 其實我們比較 我們通常換成什麼 就是 P軌道是 那個 Y1 -1 Y10 Y11 對不對 可以換成什麼 還繼續 可以換成什麼 都忘掉了 PXPYPG 對不對 可以換成直角座標的 那這三個 那這三個是什麼形狀 對 雅鈴形 要注意 它有正負號的 那我在講這一章的時候 我在講這部分的時候 我特別跟你們強調 就是說 跟你們書上那個 140頁那個圖 是不一樣的 你沒事 好 這是那個P軌道 然後D軌道 我現在這邊 還記得這換成什麼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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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軌道 D 對不對 好 那這些 就是說 這些符號 這些符號 跟這個PXPY 這是你們在論文上看到的 論文上都是用這些符號 不是用YLM 這樣記得 你們有看論文 論文都是用這些 用這些軌道 不是用YLM的軌道 那這四個 一二三四 它是 那個四變的 那個發變的那個圖形 那這個 這是那個 有點像雅鈴 但中間有個反 那這是 第八章 那我們看第九章 那第九章是談到 用矩陣方式來處理問題 第一個 我們再複習一下 第一個我跟你們強調的是什麼 第一個必須要先有完整集合 第一個先要有完整集合 先選好了 先選好一個完整集合 然後我們底下要用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operator 就是我用A來代表一個算火 當然算火 你 OK 那麼下一步要做什麼 求這 這是等集合 就把這個集合算出來 因為這是已知的 這算火是已知 這是已知的 所以這個集合是可以做的 然後得到矩陣 得到算火所代表的矩陣 那在寫這個矩陣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過 你這排的順序 是決定你怎麼樣 是你要自己選的 如果是減血運動 很簡單 減血運動就是一二三四 這樣排過去 但如果是 有腳動量的話 腳動量的話就出麻煩 因為 歪 這三個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排 也可以這樣排 這樣清楚嗎 你這樣排跟這樣排 那個矩陣又怎麼樣 就不一樣了 所以在這裏 我特別跟你們強調 就是說 你們在選這 選這矩陣的時候 你們要確定說 你這排的是 代表哪一個軌道 代表哪個破完數 這樣清楚嗎 我說你要標出來 就考試的時候 你要標出來 你不標出來 我不曉得你這矩陣 這是代表什麼東西 這樣清楚嗎 因為矩陣的排法 是決定你 決定你 這是這軌道順序的 這是那個 第三個 破完數 破完數我們要算什麼 我們要算這個 我們做這個積分 得到這個係數 我寫倒過來 應該U在前頭 這個叫後頭 這是積分 這個積分 這樣的話我們的矩陣就可以 什麼 就Fy的矩陣 C1 這樣會了嗎 所以破完數的狀態 破完數的矩陣 就也可以用矩陣來表示 那我們在這樣子物理牽涉到怎麼樣 就operator跟破完數 對不對 所以以後 我們破完數的矩陣也有了 那個算幅的矩陣也有了 所以以後我們的運算 就全部做怎麼樣 全部用矩陣來做就可以了 這樣這樣會了嗎 這叫矩陣的表示方法 OK 我再提醒你 第一步你想要一個完整結合 你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結合的話 你這些 這些 這些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樣清楚嗎 那有關矩陣的話 我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這時候我再跟你們講那個 解量子物理的問題 有三種方法 我們再複習一下 第一種方法是什麼 解消精髓規循 第二個呢 用 commutation relation 尤其是堆井跟陆牛伯伯伯伯伯 第三個 第三個 用矩陣方法 矩陣方法 就是我先選擇一個 選擇一個那個 安永集合 就利用矩陣 OK 你們知道 第一種跟第二種方法 差別在哪裡 這是解圍方式 解圍方式 那這個呢 積分 一個是解圍方式 九丁就是解圍方式 然後那個 這是用積分 用矩陣方式用積分 就做這些 就做這些積分 這樣會了嗎 就解圍方式 然後再講這邊 特別跟你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電腦計算 積分非常容易 積分一定可以積的 解圍方式 你不一定可以解 尤其比較複雜 就很難解 但積分一定可以做的 所以現在的 現在的計算方法 都是用積分方法 都是用那個 這種方法 先有一個完整集合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要解這個 解愛跟威力 變成解什麼 變成解這個 變成解這個 解這個係數 用解這個係數 就解係數 解愛跟威力 對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 把原先的解 所以人有回選的 解圍方式 我們換成怎麼樣 換成解怎麼樣 解愛跟威力 解這個 這個矩陣 就是 解這個 電力方式的 這變成一個 電力方式 解電力方式的 eigenvalue 是 eigenvalue 然後它對應的 eigenvector 這樣會了嗎 然後我們再過來 再過來 第十章 這第十章是spin自選 自選我們知道 每一個電子 有兩個狀態 然後我們 在講自選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過 電子自選後 我們沒辦法 用破換式來表示 所以只能夠怎麼樣 只能夠用矩陣來表示 所以它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 10 那這次呢 這個狀態是 SG的 eigenstate 那S SG有兩個 eigenstate 然後 SY 它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矩陣 就是自選 角動量的三個分量 因為這是用矩陣來表示 所以這分 這算符怎麼樣 角動量算符 也是用矩陣來表示 那這是 對不對 然後 這三個角動量 三個 就三個角動量的矩陣 那這三個分量 它的 commutation relation 是什麼 對 就角動量的 我們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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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一章 講了很多角動量 對不對 那角動量 所有的 它的三個分量的 commutation relation 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樣的 那應該 其實上次 上學期考試的時候 已經考過了 那 角動量的關係是一樣的 所以 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 這很重要 所以要你們 要你們備起來的 那 跟這對應的是三個 我們定義 另外一個叫做 是包裏矩陣 跟角動量 電子角動量 自選角動量 對應的是 我們叫包裏矩陣 包裏矩陣變成 沒有單位因次 這邊是有單位的 這邊單位是 二分之H bar 是角動量的單位 但包裏矩陣是 就沒有單位了 因為這 單位單位在這裡 那 包裏矩陣有一個很重要的 特性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叫做 Anti-commutation 還記得 是什麼樣子 Anti-commutation 是什麼 是什麼 怎麼寫 用那個 這個叫什麼講 科理 就是 那個 大括號 OK OK 對對 這叫 Anti-commutation 你們數上有 你們數上是那個 第159月 十至八 那這是等於零 這是 Anti-commute 那我在講這時候 當時跟你講 這有什麼重要性 這是 Fulmin 這是 Fulmin 就是我們叫 電子叫 Fulmin子 它的一些 它的 包裏不公容原理 就從這來的 所以你可以 可以把這看作 是一個基本原理的 這樣聽著嗎 OK 然後在這一章 我有告訴你們 就是 怎麼樣找一個 自選 自選 我們如果有自選的算符 的話 只要求它 i跟 function i跟 value 還繼續得 我舉的例是這樣子 sine跟cosine 這是一個自選算符 這是一個自選算符 對不對 那今天你們數上也有了 怎麼樣算它的 i跟 value 我這樣寫好了 那你們知道我這樣寫的意思 我這樣寫的意思是這 這兩個狀態的 這兩個狀態的線性和 這兩個狀態的線性和 OK 那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怎麼解 怎麼解這個問題 反正 lambda 還有跟怎麼樣 跟這個解出來 OK 那因為這是腳重量 這是腳重量 你也可以這樣表示 你如果這樣表示的話 lambda 表現是沒有單位因次 這樣清楚嗎 那你如果沒有加上這個的話 lambda 是有吃腳重量的單位因次 然後再過來 這是那個 電子在均勻磁場中的運動 這邊有一個敘述 我們來複習一下 Z叫什麼 什麼名字 這很容易記的 Gyellow Gyellow Gyellow就是Toro 知道嗎 Gyellow就是Toro 這跟旋轉有關係的 那也叫做G-Factor 這也叫做G-Factor 這其實很重要 這其實就是說 你們以後再做研究的時候 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是說你們要 表示 跟做磁性的研究 像我們的校長 楊校長對不對 他做他的研究 還有周老師他們研究 就都要用到這些東西 這樣清楚嗎 OK 然後這個Ratio 這個Ratio是等於 你們事實上寫的很簡單 你們事實上寫的就是2 我有告訴你們準確的值有沒有 你們有抄筆記的話就有 我有告訴你準確的值 事實上寫的就是等於2 等於2是近視的 後面還有一大堆東西 那你們要參考 我寫的筆記 你們抄的筆記 應該裡頭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量 你們要注意的 第一個是你們知道 那個G值是多少 第二個你們要知道這個 就我在裡面說 找不到 包美人圈 我在上課的時候有講 你把那個定義寫出來 那這是磁級單位 出貨具的單位 那怎麼樣定義的 你們可以在那個 那這個觀念 就是說你差不多一個電子 一個電子就是差不多一個包美人圈 一個電子的出貨集 一個電子的出貨集 就差不多一個 一個包美人圈 那這以後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都會用到 都會用這個 要記住 以後你們在研究所做研究的話 如果跟磁性有關的研究的話 你就要用到這個單位 你就要用到這個單位 那再過後你們講那個 你們書上用這個名稱 這個基本上是在講那個 就是你在外加磁場 只要磁場 另外加一個怎麼樣 橫向的小磁場 然後這樣 一個垂直方向的小磁場 這是直流的 這是交流的 直流就跟時間有關 交流就是它是懸坡的 就是你們所做的實驗的訊號產生器 你們可以調頻率嘛對不對 就是訊號產生器 產生的那個電流 電流建立一個磁場B1 這比它小很多了 那你們做實驗就是調它的頻率 就調頻率對不對 調到怎麼樣 調到它有很強的吸收的時候 就調那個被吸收的能量 跟頻率的關係 然後當你的頻率 當你的頻率跟共振頻率一樣的時候 它的吸收就非常強 你就可以得到很強的訊號 這是你們做實驗的步驟 然後我們在這一部分 我跟你們講解就是說 為什麼 這個共振頻率是多少 那共振頻率主要是由這個來決定的 主要是由這個大磁場來決定的 再過來很重要的是 自選的相加 有兩個電子對不對 那總自選呢 總自選是兩個電子的怎麼樣 兩個電子的自選的相加 相量和 它的主態有兩種 它有三種組合 一個是這個 這是第一個電子的 這是第二個電子的 這是第二個電子的 然後再過來 有這三種情形 有這三種情形 我再寫下面 就它 兩個電子自選 組合 有這四種狀態 一個是 就是TripleA TripleA TripleA 就是三個意思 就三個狀態 那它的 它的破環數 不是破環數 它的狀態 是這樣子 那它總自選是1 SJ這等多少 1 0 負1 這個呢 S等於0 那SJ 等於0 這樣就會 對 當然我另外 你們數上講的很少 你們數上 我另外有補充那個 S加L的 還有怎麼樣 L加L的 還記著 你們數上 你們數上 兩個都有講 但講都很少 那我再 我再花一些時間 講那個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是講那個 其實我們剛剛講過 你們應該印象 還比較深 這是那個 就跟時間無關的 這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個系統 對不對 然後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 前面加一個Lambda 我們前面加個Lambda Lambda是個參數 只是讓我們用來怎麼樣 做數學上 運算比較方便而已 這樣清楚嗎 那真正在做的時候 我們通常 Lambda 是把它射成 真正解釋最後結果 Lambda射成1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H0 H0 H0的 eigenvalue跟 eigenvalue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第二個呢 H很難解 H的哈密 它 eigenvalue跟 eigenvalue 我們很難解 不容易解 如果容易解 我們就直接解出來了 這樣清楚嗎 就是說這個不容易解 解 假如很容易解 我們就直接解出來 就不用再多這個步驟 因為解出來是準確的 那第二個 H1 H1這一項很小 那我們就可以用怎麼樣 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叫 就是跟時間無關的 Poturbation Poturbation的意思 就是很小的意思 它是圍繞的 如果這項很大的話 你這個 我們這張講的 就沒有用了 這樣清楚嗎 如果這項很大的話 因為 你要展開非常多項 那我們這個理論 只講到哪 講到第一階 跟第二階的修正而已 如果這項很大的話 這兩項修正是不夠的 這樣知道我講的意思 那這邊告訴我們 有幾個修正 第一個修正是 就能量的第一階修正 能量的第一階修正 那第一階修正就是這個 就是 就在這個狀態的預期值 H1的預期值 那第二個是第二階修正 對不起 第二個 這個第一階修正也包括 Poturbation 我用數上符號 這是Poturbation Poturbation 這是Poturbation Poturbation Poturbation 這第一階修正 這是第一階的修正 這是第一階的修正 第二階能量修正 第二階能量修正 第二階能量修正是這個公式 然後第二階那個Poturbation 我們就不必要了 通常取到第一项 破完式的修正 通常取到第一项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说减并态的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这能量相同的话 孵母是等于零 所以这修正项是无限大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了 就减并态的问题 遇到减并态的时候 我们叫怎么样 重新组合 那它就有 在这里是减并态 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了 这是原先的破完数 这n表就是说相同的能量 但不同的状态 或不同的破完数 我举的例子是这个 一零零 然后二零零 二一负一 二一零 二一一 这两个就是这个例子 这四个能量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n就是2 这边n就是2 然后J是从1234这样四个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重新组合了 就不能再用原先的这四个 我们重新组合 然后怎么样组合呢 我们这样算 我们解这个I跟Value 然后H呢 是这个 其实就是矩阵单元 H1 H就是H1的矩阵单元 这个H1的矩阵单元 然后我们解新的 我们解它的新的I跟Value 那我们现在新的状态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新的能量就变成怎么样 就变成是那个 E 这是原先的EN0 原先的能量 加上 我写一个I好了 好 这是新的能量 然后 我用Ig 这是I跟Value 你们看一看 我这样写清楚 你从这个 这是 这是 这个 矩阵的 I跟Value 这是新的I跟Value 然后加上原先的 原先的 原先的H0的I跟Value 然后这是新的I跟Value 就是把原先这一组 把原先这一组函数 跟原先相同的能量 这是原先的能量 然后这是原先的I跟Value 这样清楚吗 我把它换成怎么样 换成这一组 有没有问题 换成这一组新的 那这是新的I跟Value 然后这是新的I跟Value 然后这个系数呢 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边 解的I跟Value 这样会有没有 OK 然后后面 后面我们最近讲的 Style Effect 就这些的应用而已 就是说我刚写的那个 第一阶第二阶修正 还有Diginal Case的 应用而已 那你们可以做 我已经给你们实体 对不对 你们自己练习看看 不可以做的 都不得了解 这两个人 还要在那边 像Ana 那我们现在